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跟大家谈一下现在俄乌战场情况 乌格达尔现在被攻克之后 乌军几乎所有地区防线都出现了松露 现在乌没猜测 可能就是乌军的战略卫队已经是被消耗殆尽了 特别是乌格达尔的陷落 乌军的阵地迅速崩溃 很多人没想到无法有效抵抗稳定战线 这就是乌军现在面临问题 也就是说谢尔斯基面临的问题 可实际和之前阿富基尔卡之后乌军 整个的情况是有联系的 他一直都是向后撤 奥切雷诺被突破之后 俄军是直逼红军城 整个的从阿富基尔卡之后打奥切雷诺之后 乌军一直是没有像样的防御战 乌军的总司令谢尔斯基 把亚述第三突击旅已经调往洪军城方向了 但据说该旅已经拒绝前往洪军城 该部队表示不愿意参与托里斯克的防御战 泽连斯基指责之下 该旅的一些部队仍然出现在了托里斯克 但是没有进入托里斯克城内 而是在侧一系统 现在乌克兰专家说亚述旅是不会对托里斯克的局势产生任何影响了 这个城市陷落应该是为时不晚 这是亲乌克兰媒体说的 可能俄军将在7到10天内就占领托里斯克 亚述旅来不来其实不会影响整个战局 它来必然是影响守军士气 为什么因为亚述旅是督军 这些人非常清楚亚述旅来干什么 也就是说乌军的现在整个的城市巷战就靠什么 就靠这帮甘子队 实际这帮甘子队逼着别人 逼着乌军守军是卖命 如果席尔斯基用这招 那你是乌军是跑的跑逃的跑 可能加速陷落 谁会愿意后面加个都军呢 这些乌克兰的预测 我觉得咱们很少听 只有咱们频道给他报一下乌克兰那边预测 国内很多都是俄国的预测 亚述旅试图是突袭纽约镇 有一个诺夫哥罗德的工厂 一度进入场区内了 但是俄军把它切割之后 这个突袭队干脆就放进去跑了 乌克兰认为这些民族主义者在更多的时候 更像是公关宣传活动 而不是真的战斗的人 就是他们装备照片里拍的那个精良 但更多时候他们什么 一旦遇到正经的俄军野战部队 基本上是跑 宣传节目结束之后就跑 谁会去卖命 这一次卖命就没有 所以他们更多是 给乌克兰士兵实际做饲养工 俄军是回到洪金城 洪金城附近有两个城市 应该是俄军正在进攻 一个叫查西夫亚尔 查西夫亚尔这么一个村子 俄军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在进攻了 推进不仅仅是在 有一个运河 运河西岸有个桥德堡 已经是被俄军扩大一辈子占领面 乌军已经是不可能从河西岸 有任何的法级能力了 就使俄军更接近石中心 所以那里边最后几个乌军控制的高层建筑 就是圣业的目标 西夫斯基顿涅茨运河 这个运河叫 俄军主要目标是占领西边的耐火厂 耐火材料厂 因为它是俄军主要的 主要工具目标 它应该是乌军的控制社会中心 俄军用航空炸弹对这个区域进行了空袭 另外赛利多方向 俄罗斯军队已经向驻尾镇南部推进了 占了新的阵地 而且推进到一个叫新赛利迪弗卡村 而且利用这个特里叫什么 一个废料堆 工业废料堆叫特里科内废料堆 应该是利用这个控制高地 沿着圣巴西尔矿正在南部的森林 一个林带正在向前推 进入到了新赛利迪弗卡东北部一处建筑群 俄罗斯还渡过了叫索罗涅基河 进入到东南部的村庄 另外俄罗斯军队可能从他们新占领的 位于森林地带的前阵地向前推进 炸了乌克兰战壕攻势 然后呢 这样做实际是从北部袭击新赛利迪弗卡 就创造条件了 就可以迫使乌克兰撤退到 第一点西北部 它是两个点攻击 这个是俄军的整个突击的战法 都是两个点去攻击一个村子 像俄罗斯军队说 已经在马克西米利亚尼弗卡取得了重大进展 占领了该阵的大部分地区 但是这个乌克兰媒体没有证实 俄军有可能是同时从定基点的东部和阵地的 最北边一个乔德堡推进 达到占领这个阵子 你看还是两个点进攻 最北边和东部 北边和东部两个点同时进 南顿尼斯克方向 乌克达尔清理之后 俄军据说救出了116名平米在乌克达尔 包括44名乌军的俘虏也被抓获了 之后俄罗斯军队清剿完之后继续向北推 10月8号 俄罗斯军队已经是向乌克达尔以西推进 炸了叫佐洛塔尼瓦村 这可能是沿着高速公路主要攻击路线 沿着林带 南部林带支援攻击部队 然后以南部进攻 就是保护南翼自己的进攻部队 不到一天时间 据说这个村子发生小攻击冲突 上这个村子立刻就升起了俄罗斯国旗 就说被他们炸了 俄罗斯军队应该是和乌军遭遇 在附近的村子遭遇 但是迅速就击溃了 就说附近 沃克达尔附近的村子应该是没有多少乌军 乌军应该是向后撤很远 为了袭击乌克兰主要的输军 后军输女叫维利卡 新西尔卡 这个村子应该是俄军 俄军下一个目标就是这个村子 由于这个村子俄罗斯军队已经距离一个村子 东郊已经有10公里 预计俄罗斯巩固了对佐洛塔尼瓦这个村子控制之后 他可能沿着高速公路会发动激化攻击 同时整个的乌克达尔前线 可能俄军主力部队就像乌军刚才讲的一个村子发动总攻了 战斗第一站是马克西米利安诺夫卡 俄军抵达村西部 这里边向库拉护和顿建斯克高速公路方向攻击了 在康塞亚诺夫卡以北 俄军先是从临近的村庄农场击退了乌军 然后用一个装甲集群沿苏西亚历河向安东诺夫卡方向推进 向西推进了9公里 第二站是卡泰里诺夫卡 位于安东诺夫卡河以北 争夺村庄战斗进行的时候 俄军已经取得进展 还有就是埃皮法尼乌斯这么个村 村庄南部俄军试图利用森林地带 据说现在这个推进很慢 利用森林地带向前推 还有就是叫金尼瓦 你看这个附近都是小村 俄军队试图在村庄集结 乌军来说失去村庄的控制权以后 就是在北部有一个叫沙赫特斯科耶村庄 还有西部的一个大诺沃赛尔卡这几个村可能面临危险 还有一个俄军 俄军这几路攻击实际导致乌军的预备队就不断的被 这个相互推 就是他没有这个一个基地 就他的预备队在不断的被消耗 就撑不到集结 还有俄罗斯军队在库尔斯克 在推进 占了刘比莫夫卡 佐尔卡和东岸一个桥头堡 俄军在这里 第一次攻击大约是两周以前 俄罗斯军队占了刘比莫夫卡的最东部 成功渡过了佐尔卡和进入村庄中心部分 应该是占领了学校和教堂附近